好 我们来看这个单语 get in the way 有这个单语我特别喜欢 因为in the way 这个way本来叫路 in the way 站在这条路上 get in the way 也就是你突然 插到别人走的这条路当中去了 于是他的意思叫妨碍 阻挡的意思 叫阻挡妨碍 叫get in the way 我们看整个句子叫 at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在20世纪初 在20世纪初叫 at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under nutrition and childhood infections got in the way 这种营养不良 你看under under nutrition 营养不良 and childhood infections 以及孩子 童年叫childhood infection叫感染 你说童年感染 那我不相信你会这么犯 我不相信你会犯的这么不负责任 那么就是儿童传染疾病 叫营养不良和儿童传染疾病 叫childhood infections got in the way 阻碍了 成为这个社会阻碍的因素 也就是got in the way 走到了社会发展的这条路上 于是就叫做 对社会发展 发生了阻碍的作用 你也可以翻译成 营养不良和儿童传染病 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 妨碍因素 或者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 怎么翻译行 反正妨碍了社会的发展 got in the way 简单 过 get ready get ready叫准备好了吗 来准备好叫get ready 我们看句子 many see that the country is getting ready to build lots of new power plants to meet our energy needs 叫很多人看到 many see that 很多人看到什么 the country is getting ready to build lots of new power plants 我们整个国家已经做好准备去建设许多的新的电站 power plants power 做名词有一个意思叫电 plant叫站 厂的意思 厂房的意思 所以叫国家已经做好准备建设更多的电力公司 就这么反 电力厂 to meet our energy needs 你看这个meet 在这里不叫预见了 meet讲过很多遍 考试进场考 meet叫满足 满足 meet somebody's desire 满足某人的需要 meet our energy needs 满足我们的能源需求 那么meet当中有一个 这个单语叫make both ends meet 你看make both ends meet make both ends meet 叫让绳子的两端 end叫端 一端一端 绳子两端 让两端干嘛 meet meet什么意思 叫做满足 make both ends meet 叫让绳子两端可以互相满足 那么这个在英语当中指的是 一端是支出 一端是收入 所以让支出和收入可以互相满足 也就是收支平衡 所以make both ends meet 就叫做收支平衡的意思 叫make both ends meet 那么一头是收入 income 一头是支出 expense 对不对 成本开支 expense 因为昂贵叫expensive 所以不要理解成outcome outcome跟income 从来就不是一对 讲过多少遍了 outcome叫做结果结局 结果结局 它的相对的一个词 开始开端叫outset 所以有个单语叫开始做模式 叫set out to do something 你看手速快的 已经在对面记了吧 set out to do something 开始做模式 所以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们开始写beginning 我们可以写outset 妈妈也再也不用担心 我们结果只会写result 我们可以写outcome 注意了 make both ends meet 这样的理语背下来 叫收支平衡 平衡 那么我突然想起前面我强调的一个 还记得吧 叫平衡 叫break even 唱破音那个 还记得吧 我今天要再唱一次好不好 steal the love that I've got to breathe in just pray to a god that I don't break even cause I got time and she got freedom 今天不会破了 break even break even 叫保持平衡 break even 好 继续往下走 我们来看g的加分词组 端语动词 好 我们来看这一串 第一个 give one's name to 来给某人命名 或者发明 因为你给他命了名 give one's name to something 以什么什么的名字命名 好 也就是你给了他一个新生 发明了一样东西 于是我们看 2010年完行当年出现了一个经典剧情 叫instead instead 直接翻译成 相反 相反 instead the studies ended up giving their name to the hawthorn effect 这个句子在前面是讲过的 这个研究 and up 以什么什么告终 这个研究最终结果是 就这么翻 你也不要翻译成 研究以什么什么告终 我怕你听到 以什么什么告终 以为是贬义的 这个词组的意思 从来就是一个正面的意思 不是贬义 它是一个积极的意思 叫研究最终以什么说为 这个研究的结果是 就这么翻 the studies ended up giving their name to the hawthorn effect 研究最终的结果是 命名了 一个叫 whothorn effect 那么这种 whothorn effect 没有上下文 不知道 但是有上下文 你可能就知道了 那么我们来看 它命名了这种 whothorn effect 然后怎么样 它对它进行解释了 叫 the extremely influential idea 这是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观念 that the very act of being experimented the very act of being experimented 这里的of 那么这里的of 不小心打错了 是of 只有一个f 只有一个f of 叫the very act of being experimented up on changed subject 它的观点是 the very act very 起到加深程度的作用 没有什么叫 这种行为 of being experimented up on 叫被做实验的行为 也就是在你身上做实验 change the subject 会改变你这个主体 就好像最早我讲过的 测谎仪 他最早第一批人 他测谎 他是不服气的 原因就在于 他对这个人进行测谎的时候 这个人一旦被做实验 他的很多行为就会被影响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 被别人怀疑的时候 明明这事不是你干的 你也会莫名的紧张 所以很多人会冤枉你 这就是为什么 舆论绝对不能对人进行审判 这也是为什么 当有人从医院的窗子上 跳下来的时候 你们不要站队 有些人立马就骂医院 有些人立马就骂患者 愚昧什么下跪 视频也可以结 这个社会当法律还没有定论 调查取证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一般人在互联网上站队 这个社会就他妈完蛋 所以我反对的根本不是真假 我从来都是告诉大家 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叫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太重要了 各位不要站队 好不好 The very act of being experimented upon 关于被做实验的人的行为 他会改变这个subject主体 那么这里的subject就直接叫做主体了 就直接叫做主体了 那么这里叫subjects behavior 好 那么大家有没有惊讶的发现 小编 已经剪掉了伟哥条的这一段 我们把它改过来了 虽然我依然会扣他们的钱 只要是出错 教务部门都要被罚 那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录一堂课有多么不容易 有很多你们看不到的小的细节 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问题 所以后台可能会有人在调 你们看不见而已 包括这里的effect 你看其实是多好 我强迫症又犯了 所以各位你看录课不容易 你们以为把一个句子录出来 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白评文章不是的 很多细节你们根本看不到 剪掉的部分 为个昏倒的癫痫啊 吐白墨子啊 你们都没看到 所以这个句子我们整体来读一遍吧 Instead the studies ended up giving their name to the hawthorne effect 讲相反 这个研究最终命名了 hawthorne 獲索效应 叫hawthorne effect 命名了这样一种东西 叫獲索效应 Extremely都好一打 后面是病列成分 叫它是一个特别 有影响力的观念 好 这个观念怎么了 that the very act of being experimented upon 来主语非常特殊 叫the very act of being experimented upon 叫被做实验这种行为 changed subject's behavior 改变了主体的行为 changed subject's behavior 就这么来的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来 我们看下面一个叫go astray go astray 那么go astray叫丢失迷路 这个astray的意思 本来就叫做迷路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它的词根来自于星星 astra 我一个讲的东西 变 星星 star astra就是星星的意思 所以它第一个意思 跟星星有关 第二个跟宇宙有关 于是宇航员 你看 宇航员叫astronaut 对不对 astronaut 包括天文 天文叫astronomy 没错吧 astronomy叫做天文 astronaut叫宇航员 所以这个aster本来就是星的意思 一提到星星 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 有一部著名的科幻电影 叫星际迷航 它是一个系列 所以go astray来迷航了 所以叫丢失迷路 astray嘛 在星际迷航了 我们来看看go astray 叫迷路 until california recently passed a law 直到加州最近通过了一个法律 American firms did not have to tell anyone even the victim when data went astray 直到加州通过一个法律 美国公司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甚至是这些牺牲者 当信息数据库data 迷失的时候 丢失的时候 也就是被盗的时候 went astray 这样信息迷失被盗 丢失 就这个意思 所以叫甚至是这些 丢失了信息的人 这些牺牲者 都没有公司告知他们 在中国其实也一样 直到加州 最近通过了一个法律 所以你可以翻译成 在加州通过法律之前 美国公司从来都不告诉那些牺牲者 他们的信息丢失了 那么也就是我们很多人 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信息就丢失了 我们读一下 until california recently passed a law American firms did not have to tell anyone even the victim when data went astray 好 继续 grind on 你可以读grind on 都可以的 grind grind都可以 那么这grind or grind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 就有一种叫磨碎的意思 把东西给碾碎磨碎 把东西给碾压 碾碎的意思叫grind 注意i for i grind 更普遍一点 尤其美式英语都grind grind on 把东西给磨碎 我们中国人说 这个是磨磨磨磨磨磨的 我这个人没有生气了 天天就在那边磨磨磨 所以它叫做缓慢单调的继续 令人厌烦的磨下去 所以苟延残喘等等 都可以翻译成grind on my life 记忆下 我都说了 grind on my life 也就是苟延残喘 就是苟且活着 你说生活苟且 苟且怎么翻 grind on my life 就这个意思 于是我们看 the meeting grind on for hours 这就是看第一句的意义 你顺便知道了 grind 它的过去式居然叫 grind grind 居然是grind 它的过去式 看到没有 grind 它是过去式 那么长得突然想起 一个名词叫操场 就叫ground grind 所以名词叫操场 那么它居然是动词grind 它的过去式 于是出现 the meeting ground on for hours 叫这个会议 磨了很多个小时 就这么说 会议开了那么久 让人痛苦死了 就这么翻 the meeting ground on for hours 好 会议痛苦都开了很多个小时 来 接下来我们紧接着看字母记 记得加分词组的最后其他词组部分 我们来看看加分词组出现了 看第一个 get on in life get on in life 什么意思 出人头地 飞黄腾达 get on 刚刚是grind on my life 那是在生活中磨 把你磨得没脾气了 那个短语的意思叫做 熬 熬过去的意思 grind on 痛苦的挣扎着活 那get on呢 get on 上来 所以在生活中活到上面去了 于是叫飞黄腾达 发气 出人头地 上去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叫such then 这种such then 这个then 不要翻了 要翻就翻到前面去 也就是 然后then such is the way 你肯定要看出来 then这种 放到最前面就可以了 然后such is the way things stand 这就是事情 安身立命的方式 things stand such is the way things stand 你就可以直接翻译成 接下来事情就变成这样了 或者于是情况就变成这样了 就这么翻就可以了 such is the way things stand stand在这里其实叫代表 事情 表现 代表 stand在这里叫表现 于是事情就以这样一种形式表现了 such is the way things stand 这个很洋气 很地道 下次跟别人演示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去演示 你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你就可以怎么说 such is the way things stand 或者我的梦想是这样的 such is the way my dream stands 就这么来 特别地道 这半句你别小看了 背下来好吗 我的梦想 给你们展示一下 such is the way my dream stands 这就是我们的爱情 such is the way love means love stands 都可以 好 什么样的情况呢 on the left angry critics 左边 是愤怒的批评家 评论家 批评家的critics on the right stupid supporters 右边 是一群愚蠢的支持者 一帮是批评家 一帮是支持者 and in the middle 在正中间 as usual 正如往常的情况 怎么样 the majority of earnest people trying to get on in life 一堆人 你看 the majority of 叫大多数 等于a lot of 等于a great part of 中间 绝大多数人干嘛 of earnest people 大多数的这种 earnest earnest people 什么意思 热切的人 绝大多数热烈的人 一帮饥渴的人 我们都学过earn 叫挣钱 earnest就叫做 急切的渴望的 一群有热情的人 渴望的人 他们渴望干嘛 trying to get on in life 试着出人头地 试着干出自己的事业 这里的trying 不就修饰前面的people吗 也就是 the majority of earnest people who try to get on in life 所以这里说了三类人 左派批评家 右边支持者 中间 in the middle 大多数群众 只是在过日子而已 就这么烦 try to get on in life 试着过日子 get on in life 试着做点事情出来 好 不难 get on in life 过 再来看 get out of the way get out of the way 什么意思啊 让开的意思 从这条路当中走出去 我们刚刚讲的是 走到别人路中间 那就是妨碍的意思 叫get in the way 还记得吧 get in the way 走进去挡道 get in the way 现在是get out of the way 那就是让开 因为是out of 我们看句子 former Colorado governor Richard Lamb 之前的前 克罗拉多州的 governor governor 什么意思 前克罗拉多州的 政府官员 governor Richard Lamb 这个人怎么样 has been quoted as saying that 他的话被引用了 你看 been quoted 他的话被引用 说了什么 as saying that the old and infirm 老人和弱者 infirm 怎么来的 来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叫坚强 叫firm 做名字叫公司 对不对 那infirm叫弱的人 不坚强等于weak 所以the old and infirm 老弱病残 就这么翻 老弱病残 the old and infirm 因为因代表否定 have a duty to die 哇靠这种话 要人命的 叫老弱病残就该死 have a duty to die have a duty 叫有义务死亡 and get out of the way 和让闲 也就是老人 他们应该死亡 和让出自己的位置 so that 因此 于是 youngster younger 年轻人 healthier people 健康的人 can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才能意识到 他们的价值 当然了这句话 话操理不操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老人们不让闲 年轻人不会有机会 但是你不能在公开场合 这么表达 这么表达 你看口水就把你埋死 the old and infirm have a duty to die and get out of the way so that younger healthier people can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才能意识到他们的潜力 这个句子是这么表达的 不难啊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看下面一个章语叫 get the naught not 什么意思啊 点头 get the naught叫获得认同 点头嘛 不就是获得认可 获得认同的意思嘛 我们看句子叫 as boards scrutinize succession plans 叫随着董事局 scrutinize 仔细审查 来自于我们讲过的一个名词叫 叫审查 仔细审查 叫scrutiny scrutiny 讲过的screw 叫螺丝 仔细细 tiny 叫细微 任何细微的地方 都仔细细细的 scrutiny scrutiny 本来就叫螺丝的意思 要有螺丝钉的精神 螺丝是这么写的 screw 对不对 那么他引出词跟screw 叫认真 螺丝钉的精神 tiny 任何微小都不放过 所以scrutiny叫仔细审查 只不过在英语口语当中 screw是很脏的词 叫搞砸了 叫搞 screw me fuck me等于 screw me fuck me 就中国人骂人 你你你 我操 不能说 screw up 叫搞砸了 我们中国人说 吵翻了 screw up 所以经常会出现在 英语当中 You screw up the whole thing You've already screwed up our marriage 你把我们的婚姻搞砸了 screw up 那么只不过screw 不要忘记 他说词跟的意思 叫仔仔细细的意思 于是有个形容词叫 一丝不苟的认真的 叫scrupulous 叫scrupulous 叫一丝不苟的认真的 叫scrupulous 一丝不苟的认真的 叫scrupulous 好 于是我们看到整个句子叫 As boards scrutinize succession plans 随着董事局仔细审查了 succession plans 是连续的计划 或者继任的计划 succession两大含义 第一 连续 考试当当进当考一个短语 叫 succession of 叫一系列的 他第一个意思叫系列 连续 那么succession还有一个意思 不要忘记我们学过的继任者 我讲过很多遍 不是成功人士 他叫successor successor叫继任者 那么succession 在这里第二个意思叫继任 所以叫 随着董事局仔细审查了继任的计划 也就是下一个人 谁来当CEO 比如说 in response to 为了回复 为了回应 回应谁 shareholder pressure 为了回应股东的压力 你翻译的时候应该这么翻 从后往前翻 从to这里往后 从后面开始往前翻 叫为了回应股东压力 董事会仔细审查了 为了回应股东压力 董事会仔细审查了继任的计划 干嘛 executives who don't get the nod also may wish to move on 那些你看高管 什么样的高管 who don't get the nod 并没有被认可的 没有得到点头的 get the nod 叫得到点头 也就是认同 那些并没有被选中 并没有得到认同的 不是说了吗 要选继任者了 那些没有获得机会的 这么翻都是满分 那些没有得到董事会认同的 那些没有得到机会 继任的高管们 also may wish to move on 也希望怎么样 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 叫move on move on叫继续往前走 所以叫also may wish to move on 于是叫executives who don't get the nod also may wish to move on 那些没有得到认同的高管们 也希望继续向前走 wish to move on 整个句子不拿 读 as boards scrutinize succession plans in response to shareholder pressure executives who don't get the nod also may wish to move on 也希望得到机会 good for nothing 叫一无是处 废物的意思 你看good for nothing 这句话骂人骂得蛮狠的 good叫好 for nothing 什么都不好 好在哪 屁好 就这个意思 for nothing 所以叫废物 he was a lazy good for nothing 这句话很酷的 骂人的时候 you fucking dirty good for nothing 骂得狠狠 he was a lazy good for nothing 他什么都不是 就这么烦 他是个懒 懒得废物 he was a lazy good for nothing 再来看 great man of genius 够了 great man已经够了 还加个of genius 那就是天才 great man of genius 就是天才的意思 我们来看 science moves forward 科学一直在进步 they say not so much through the insights of great man of genius as because of more ordinary things like improved technologies technics and tools science moves forward they say 也就是把他提到前面 they say science moves forward not so much through the insights of great man of genius not so much through 并没有进步那么多 科学进步的并没有那么多 干嘛 through 一句天才们的insights 眼光洞察力 也就是一句天才的观点 他们认为 科学进步没有那么厉害 as because 好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叫 so much as 所以叫 science moves forward not so much 来看 so much as 叫和什么什么一样多 也就是as much as 大家知道 这种肯定表达 as many as as much as 都可以 但当它变成否定的时候 他们会把这个as 变成not so 这就是经常很多人 看不懂的原因 你读到这 光读下去 读不下去的 not so much as 叫 并没有和什么一样多 于是叫 科学进步的速度 not so much through the sights of great man of genius as because of more ordinary things 由于更加普通的那些事情 比如技术的进步和工具的进步 也就是说 在这些伟人的眼中 科技 not so much 科技的进步 并没有那么依托于天才们的眼光 而更多是依据普通的 像类似于技术和工具的这种普通事件的进步 也就是我们总认为好像社会是推动 由天才推动的 但其实并不是 它是一个个普通的技术发展来推动的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任何生意依托人都危险 依托技术的都靠谱 但问题是人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 出错 人在于出错 人在于人情味 虽然效率肯定没有人工智能高 但人的魅力不是在于出错吗 所以这句话其实很好拿出来 就人工智能和人进行对标的时候 拿这句话来分析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再读一遍 science moves forward they say not so much through the insights of 那么这里关键就是这个 through要不要读懂 通过 这里的through等同于by 等同于by 叫通过 叫科技的 他们认为科技的进步并不那么依靠 not so much by 这个是as because of because of叫鱿鱼嘛 所以叫 比起一个个普通的事情 比如技术的进步和工具的进步 科学的进步并没有那么依托于 天才的洞察力 insights 想象力都可以这么去翻 所以还是靠技术 更靠谱 读 science moves forward they say not so much through the insights of great great men of genius as because of more ordinary things like improved techniques and tools 好 整个句子不难 非常不错 记住下来 那么这里的not so much as 就是各位要背诵的 这样 并没有 因为你要这么记他 as much as 就要和什么什么一样多 not so much as 就这么背前面是not 那就把前半句彻底否定了 就把前半句彻底否定了 叫 并没有靠这个 并不是这么多 而是靠这个 就这么去翻就可以了 那么你就直接翻译 前面被否定了 叫不是他 而是他 最好的翻译就是不是而是 所以叫科技的进步 不是依靠天才们的 insights 想象目光 而是由于一些 类似于技术进步 工具改进的 普通世界的进步 好 搞定 那么这就是我们 这节课的内容 你看速度越来越快 G也讲完了 好爽 现在算一算 你会觉得 ABCDEFG 还有最难啃的ST 都搞定了 哇靠 剩下的还怕什么 虽然我们后面 其实有几个字母 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字母O 比如说字母I 还是蛮多的 但除了这几个多一点点 还其实差于三个多一点点的 O I R 这三个字母比较多 但这三个字母加起来 也就顶多等同于一个T而已 而当这三个字母 再讲完之后 我去就好轻松了 各位 所以休息一会儿 顶住 我们下期课 H再见 下期课